透过假日佛学班 如松法师也希望能够带动当地的学佛风气 为何亲自来道场听文法师讲经说法较为设受 也有人说亲自听法师来讲经功德较大 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因为在集体控修下 听经文法比较容易生其谨慎和恭敬之心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说 在一个讲经说法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看到法师在现场的话 事实上的那种有当场的一种的射受力的存在 而且藉由大众的一种约束的力量 在那个当下我们的心呢总是比较容易集中 我们比较不会去昏沉 甚至呢我们会比较有一个庄严的心 那如果是说在我们家里面自己的客厅啊 或许会有一种情况 我常常根据师们开玩笑 你们不要听师傅讲经啊 还要拿一杯饮料啊 还要泡个茶 然后上面前面再放个一杯的饼干啊 再放个水果啊 然后做得很舒服 翘起二郎腿啊 一边吃饼干 一边喝茶喝饮料 然后呢再加几句评论的 哎呀似乎今天讲的比较精彩哦 那这样的话 当然就是说 心态上的那个庄严性呢 就比较不足了 但是如果真的是说 哎呀距离的问题 或者是时间上没有办法配合 只能说从电视 从网络去观看的话 其实那也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我们大家的心态呢 一定要健全 千万不要有师傅讲的那一种的感觉出来 那这样的话 你听的法可能就变成什么 四倍功半 花了很多的时间 但是所得的却是非常的有限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阿弥陀佛 屏东佛恩寺 假日佛学班的成立 也就是为了带动信众 能投入听经文法的氛围 自然也较容易射受 射受后 若能够反映在言行之中 自然能感得好的福德因缘 而这一切都有其根据和道理在其中 法界新闻 吴永曲 屏东采访报道